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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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向罪死吗 他们还很喜欢罪 他们有时候没有讨厌罪 他们在犯罪当中还是很满足 很喜乐 所以这个我们打一个问号先 那有没有像神活 你的一举一动要寻找他 主啊 你在哪里 主啊 你在我心中怎么感动我 有没有像神 我就来教会就好了 我应该要奉献的 奉献就好了 我现在圣经不是讲这个活的东西 你的心灵有没有一个活的 主在你面前 主在你心中 你犯罪之后 主要为得罪了你 我要求你的怜悦 我向你活的 我是向罪死的 虽然有时候犯了罪 但是讨厌罪 如果这个证据没有在你的心灵里面 这么明显的话 你要继续寻找 你要继续寻找 你可能进入了一个宗教 但是你不是进入了基督信仰 所以又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信 罗马书六章的整个主题 如果你问我 我说什么叫信 然后今天又讲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今天讲什么 你们在基督里 你们已经怎样 你们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 乃做顺命的奴仆 Not slaves to sin But obedience to Christ 这句话又很奇妙了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各位看 这句话告诉我们说 信 原来是叫你成为一个奴仆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信原来叫我们成为一个奴仆 所以现在问 你是谁的奴仆 所以圣经说 你们以前 你们还没有信上帝的时候 你们知道不知道 你们的主权是交给一个主人 叫做罪的 那个罪 他教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们的思想 你们的意念 你们的情感 你们的意志 是被他掳去的 被他掳去 完全被他掳去 为他服务的 你们知道吗 以前你们信耶稣之前 之前 你们的整个的灵魂的光景 是一个罪的奴仆 罪的奴仆 那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太觉得是 谁说的 我自己 以前是很孝敬父母的 有些人这样 很快要 我自己按照我的良心火 我对人好 我就是这样 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哪里有什么做罪的奴仆 你又 make me a slave 为什么你讲我是 slave to sin 保罗是这样讲 对不对 各位注意听 现在保罗要讲的 保罗要讲的就是 以前 当你还不信神的时候 其实你信的是什么 你问你自己 你信的是世界了 你信的是这个肉体满足 你信的是 我对得起良心 对不对 就好了 你的良心是夸耀 你的良心里面 谁是准则 你自己是准则了 谁你自己是准则了 你是夸耀你自己的 你是为 原来为自己活的 其实你知道吗 当你不信神的时候 其实 你的整个的心思意念里面 甚至你说 我要敲敬我的父母 我要做好事 我对得起良心 我该帮人的都帮 连你这个意念 连你这个意志本身 都是受罪摆布来做的 听得懂这句话吗 这个是比较属灵的话 那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 你是被罪摆布 罪摆布你 他一个是主人 他是一个主人 他在你的心中 他绑住你的灵魂 他已经是你的灵魂的主了 然后你的灵魂是在罪之下 对不对 在罪的完全的挟制之下 然后你的身体 手脚眼睛鼻子嘴巴 你的器官 一切的一切是在 这个罪的 你在你的 你的手脚嘴巴 这一切的一切 是在这个灵魂的 灵魂的带领之下活的 对不对 你们哪一个人是 不被灵魂带领的 不被灵魂带领的人 现在已经死了 对不对 你的灵魂在你的肉体里面 你的灵魂既然是 罪的仆人了 所以你的身体 做的每一件事 好事 坏事 善良的事 有道德的事 邪恶的事 都是罪的 你们都是为罪服务的 听得懂吗 这个第六章讲的东西 是这个东西了 都是罪的 所以你们哪一样 你们不是为罪而做的 所以你们既然为罪服务了 那这个主人呢 最后一定要给你们赏赐 他的赏赐 就是死 他的赏赐就是死 永远的永远 他是要跟神隔绝的 所以你们要去到 他去的地方 你们要得他的工价 他的酬劳 给你们的就是死 很奇妙对不对 这句话 其实这个要讲的是 我们属灵的状态 我们生命的那时候的本质 很多人是只有 现在看的是 我的外体 我的emotion 我的意志 我跟各位说 你不懂罪是什么东西来的 罪是一个灵里面的主人来的 这个世界只有两个主人 一个就是神 一个就是罪 只有两个 你是一定归于一个东西的 没有归于第三个东西 然后现在又讲多一样东西说 那你们现在在基督里 你们是成为了顺命的奴仆 顺命的奴仆 顺服神的一个奴隶来的 各位看 我们现在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要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们知道吗 当你真信基督的那个撒纳 你的里面 生出了 各位注意听 里面的东西是讲灵的东西 灵魂的东西 生出了另外一个新的性情 这个是一个顺服的性情 一个顺服神的新人 这个地方生出来是 以前你信主之前没有的 没有的 根本没有的性情 这个顺服神的一个新人 也可以说新性情啊 是一直要找这个主人的 一直要顺服这个主人才喜乐的 一直要 你们有没有 各位问自己 你里面有没有一个 一定要顺服他才能喜乐的 好像路可目吸水 我们可目上帝 有一个地方 那么你说 这个顺服的 顺命的一个奴仆 会不会犯罪 会 因为有罪性还在 有时候有罪性在的时候 有时候你忽然间发脾气啊 有时候忽然间情欲啊 有些不该看的东西 你看 有时候会这样做的 但是你里面那个顺服的新人是 注意听 这个顺服的新人是 一直要来到神面前 得洗净之后才能平安的 所以这个叫你们生命的本质 是顺服的 你们已经成为顺命的夫人 所以这个两个地方是要讲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保罗讲这个两样东西 其实要讲 你现在你侍奉哪一个主 所以当我们信了基督 我们以前的光景 我们先要认识 其实是罪的奴仆 你是为罪服 不由自主的 我不要犯罪 但是你做的好事也是罪 所以用我们常话说 连你呼吸都是罪了 因为你的灵魂 是在罪的捆绑之下 那你的灵魂现在带领你的身体 呼吸 呼吸这是罪 你没呼吸一口气 这是罪 这个叫基督徒 的一个道 一个很奇妙的罪官 基督徒是罪了 但是现在成为顺命的 现在才里面有一个新人 一个顺服的性情 有天天要寻找怎么顺服神 各位 现在我们的整个的地上的信仰 是要唤起这个新人来活 这个顺服的性情 怎么在满足这个顺服的新人 顺服的这个性情来活 依照他的性情来活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 在地上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只有的挣扎是这个 一句话来讲 等到基督再来 你的罪身脱去 你新的身体来 其实你是天使一样 就是没有跟罪有挣扎 没有关系的东西来的 根本没有恋慕的 今生的夸耀 这些东西就自动就是夸耀神 现在一开了眼睛 我要夸耀的是自己 对不对 很奇妙的 我们这个讲道的人要小心 我们讲道的人一不小心 为了里面要夸耀的是这个自己 不是上帝 对不对 所以我很辛苦啊 我每次跟这个地方要争战 你们很小心 你们眼睛一打开的时候 神的作为 要看神的作为 马上看到地上的荣华 吸引你的东西 试探你的东西 马上眼睛为什么一看就是 进来这个心里面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不能看到那个 在整个宇宙里面爱我 借着旁边的关系来爱我的 来感谢这位看不见的神 很难啊 对不对 各位知道吗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 整个的征战 现在活着的时候呢 眼睛大开 要看到神 对不对 我们心里面想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是知道神给我的感动 来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最难的地方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恐惧战精 你们要恐惧战精 你们的灵里面没有恐惧战精 你们随便活 就是这样 靠肉体活 靠肉眼活 一定这样子 我是deliberately 刻意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讲得很清楚 因为圣经是在这个部分 是讲到最属灵的东西 如果我们对里面的东西不明白 我们不会争战的 我们只有情绪上的争战 各位情绪是还是表面的东西 情绪是你今天情绪 明天就好 对不对 你要在灵里面要争战 感谢观看 明天好 我们下期再见